今天我們會不會有 我們會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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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談到 為什麼電子谷現在 仍然看不到底 因為那個封城 開開關關關開開 還在封 那昨天我們特別談到 昆山 昆山已經復工了 那復工了 才24小時 又封了 所以真的很傷腦筋 所以今天郭明 一出來講話說 蘋果供應鏈完蛋了 要小心 要注意 另外今天又多了一個地方封 這個地方雖然很小 但影響很大 叫做義烏 因為它是大陸的世界工廠 義烏在今天爆出疫情之後 也被封了 所以封的城市越封越多 我覺得是烏肉偏逢連夜雨 行船又遇大頭風 對 所以說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的台股 又遇到昨天的特色 本來開得很好 刷下去 整個納斯達爾 納斯達爾 跌下去之後 今天台股一開盤就大跌 可是開盤大跌之後 你會發覺 好像有些兩樣型 有一些跌得比較重 有一些跌得比較輕 其實跟什麼相關跌比較重 跟蘋果相關 為什麼 蘋果 因為蘋果在供應鏈裡 郭明奇又出來講話 實在是現在要點點 現在講話我們就完了 對 所以你看景碩 新興 錠營 其實這三個來講 你看 你看這三個 其實前面這兩個做PCB的 它都在月線底下 為什麼 因為成也銷核 百也銷核 去年他們兩個 接了MacBook的單 說這麼多 拍一拍一手 賺很多 現在還啊 沒辦法出費 所以 白明年就是說 四月份的營收一定降低 所以 法人先調節 所以先往下做修正 而且蘋果這間還有個壞消息呢 第一季呢 全球的銷售量被三星打敗了 對 所以說 為什麼會被三星打敗 大家知道 其實三星很厲害 它用雞海戰術 比如說它用什麼 A系列的 就是台幣你大概 一萬塊到一萬五千塊 這個賣得很好 最高階的S22 雖然有問題 也是賣得很好 賣多少三萬多塊 所以它已經又拿回什麼 全球四戰力保座 百分之二十四 那蘋果沒有新機嘛 也沒出來嘛 所以節節敗退 沒辦法出貨嘛 節節敗退 那更勝者 郭明奇說什麼 那現在趕快移轉對不對 趕快移轉 換到別的地方去生產 可是你也要海外有其他廠 如果你也要海外沒有其他廠 你怎麼移轉 對啊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今天還特別到美國的Apple官網 跟台灣的官網去訂 MacBook去給它訂訂看 這叫台灣的 最高階 之前我們都講M1 Max 對 最高階 他跟你說什麼時候交貨 他跟我說到 6月15號 6月15號 才會祭出喔 不是到我家喔 6月15號才有可能祭出 才有可能祭出 他製造美國的 美國應該比較快對不對 7 weeks 5到7 weeks 這是今天最新的 所以你要訂 這是你自己去訂的 對 所以說你看 這官網 就沒有辦法訂到 而且你可以訂 可是對不起喔 你可能要等兩個月以上 為什麼喔 郭明奇他其實也發Twitter嘛 他說什麼 他說其實現在 Apple遇到兩個問題 因為他的據點大部分都在中國 慘了 所以呢他現在什麼 必須往外移 所以呢 一是已經到印度 所以很多的iPad 包含豪華海的iPad 也要到印度去 那再來什麼 泰國 越南 還有這邊所謂的印尼 就是主張什麼 一些手機的部分往那邊走 那大家知道 其實問 但是原水就得了進貨嗎 基本不會有 現在你要怎麼會有 對 所以說 如果現在在中國 有太多Apple供應鏈的比重了 他就拉不起來 而且郭明奇還講一點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分開 因為以後Apple會指定 他說阿冠 你以後要買Apple 要買這個大陸製的 還是非大陸製的 就跟我們以前買電視 也要買Made in Japan一樣 對 Sony是要買 泰國做的Sony還是Made in China 對 所以以後也許 Made in China就買給中國了 不是Made in China 賣給海外的 所以是Apple這樣規定 所以這些供應鏈就是 分別要移開 但是 緩不濟集 緣水救不了進化 好 今天又有一個新的城市 雖小但很重要 義烏也被封了 對 所以義烏 大家如果知道義烏 它其實是怎麼樣 我們昨天講 什麼叫做世界的鋼鐵廠 是長山對不對 世界的零售批發的什麼 最大的大本營在義烏 大家知道 義烏的這個什麼 商貿大樓 總共有多少的攤位 六萬個 真的還假的 六萬個攤位 六萬個 如果義烏停擺 男人 女人 小孩都哭泣 為什麼 你去什麼 屈臣寺 寶雅 通通買不到東西 買髮飾 髮夾 小朋友用吸管 男生用充電器 充電保 用行動電源 對不起 都是從義烏出來的 那為什麼義烏這麼厲害 因為義烏這個地方 就是用平價的商城 來做什麼 來做這個所謂的販售 大家知道嗎 我有朋友去過義烏 他說進去你問東西是這樣 他就說你要買多少 你要買1K還是EW 什麼意思 一千塊還是一萬塊 報價多少 可能是3塊到5塊 我買賺的幹嘛 不行 不賣你 所以說大家就知道 這個義烏它是這樣 因為是這樣 所以說義烏大家知道 有中國最便宜的人工 所以大家知道現在 中國的二三線城市 大概是兩千塊到三千塊 所以請這些農民工 來做髮貸 髮夾 一個成本大概都是十分之一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這樣 那賣到你的終端 十分之一 比如說像我們的髮飾 就有媒體說 在台灣如果一個髮飾39塊 在義烏你可以用39塊買10個 對 大概是10個 所以如果大家 那這就是我們經常在 什麼大創 小背板或寶雅 所看到的那些 一般生活用品 很多都來自義烏 所以剛剛你說義烏商場有多大 它是台灣光華商場的 224倍大 6萬間店 所以有人說 只要一間走10分鐘 要走30秒 好 義烏的老百姓有沒有錢 有夠好嗎 我告訴你 2020年它的居民凈收入是 13573人民幣 它是北京的收入的15倍 我們知道北京也不是 也不是賺家 它是北京人平均收入的15倍 它是不是很好的 2018到2020年 全中國縣級裡面是最有錢的 最好的 最好的 好 那我剛才看到這個 我也大創小股百貨 全部如果都要叫它的貨 那現在什麼 它封城了嘛 所以東西都出不來 所以現在你可能再去十元商店 還有東西買 搞不好過一兩個禮拜 十元商店沒有東西買 沒有東西買 所以通貨膨脹會上升 好 義烏還有一個義烏小商品指數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竟然還有一個義烏小商品指數 它跟景氣的連動性非常高 這就是薄熙來 在參觀義烏的時候說 這樣 這個地方太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它的民生用品業 我們要來估一下景氣的濃菇 所以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最近要去看的 如果這邊被封城一直往下的話 大家知道中國的消費力道 是他們的支柱之一 就會繼續往下滑 所以這個是到二月的部分的部分 那接下來如果說去往下掉的話 那這個景氣的濃菇 我覺得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好 那麼從封城 怎麼看悬谷方向 好 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是這樣 法人到底賣什麼買什麼 你看面板 友達 群創這邊說 一直買 對不對 友達也是在昆山有廠的 對啊 而且現在說 而且最近報價一直在跌 外資一直在調價 對 友達跟這個群創 遇到的問題是怎麼樣 價量其休 不是其陽 價量其休 對 價也在掉 賣也賣得不好 外資也在降頻 對 外資還在降頻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以這個大面板來說 5% 8%一直在調 我就講 你不可能一直換電視 電視大概3.5年換一次 所以其實基本上去年 已經買了很多 所以現在還是在修正 好 我們看彭雙郎的說法 他說友達的昆山 蘇州都有廠 所以現在確實有衝擊到他們的產能 沒有辦法評估到底影響程度有多大 只能盡量減災 只能減災 所以現在受到影響的 除了PCB 面板還有蘋果供應鏈 都受到影響 但是我覺得 蘋果如果有轉南向 你看喔 投信 為什麼一直要買鴻海 我給觀眾朋友一個概念 我你也說大家主要買電子庫 電子庫對不對 今年就比什麼 比績效穩定的 你不要波動很大的 你說它都不會動 結果你是贏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都跌很多 所以投信線也是這樣 它等於安全防御股 那核酬為什麼買 它殖利率7% 雖然它在那邊 但海外有廠 海外有廠 而且它做特斯拉比做蘋果多 昨天我們有提到 所以你看喔 以這樣的角度來講 現在的投信 那PCB是危險的對不對 也是危險的 面板是危險的 所以PCB面板 我們認為呢 其實如果有反常 其實都應該要避開 反而這種所謂的低基期高本益 低本益比高股息的 大家可以留意 好 我們回來 台股近日最重要 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昨天鷹派說法再度抬頭 讓美國股市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最主要是鮑爾說 5月份我們來討論 是不是真的要升良馬 那麼之前升良馬是傳言 現在升良馬看起來 馬上要落實了 所以怎麼看 利率決策會議的超音言論 那麼對金融股的影響 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老師 鮑爾昨天在INF的會議當中 真的是非常狠見 甚至差沒有名獎而已 已經是超級民視告訴你說 我5月份就是要升良馬 因為他講了很多數據 告訴你說 03年到06年 那時候通膨才3%而已 現在多少 結果人家當時都可以 從1%升到5.25% 現在的通膨是當年的一倍多 你說現在我們應該這樣慢慢升 而且他也更具體跟你說 到今年年底他要升到2.5% 你想 今年剩下幾次的利率會議 他不加緊升 怎麼可能會升到2.5% 所以怎麼看都告訴你 接下來就是要升這麼多 好 那當然對投資人來說 最關心的是說 我們都說升起對金融股好嗎 那真的是有這個樣子嗎 來 我們來看一些數據 好 我們看到美國最重要的 這四家銀行股 摩根 大通 花旗 美銀跟富國銀行 其實他們今年以來都跌的 而且跌得還滿多 只有富國跌比較少 跌5%多 其他的跌超過15% 比美國大盤跌得還要多 甚至如果你去看今年以來 標普的各大產業指數 金融股的表現其實也不好 所以我們都 對 是的 標普金融 你不要以為升息對金融就是大力多 表現不好 今年以來跌了4.6% 當然跌最多的還是資訊技術跌了15% 還有什麼電信業務跌了20% 這個是跌比較深的 但金融股也是跌 那麼剛剛老師說的 包括JP Morgan這些金融股對不對 包括這個是美國銀行 JP Morgan 花旗 這個富國銀行 West Fargo 通通是跌的 那升息不是應該有利金融 因為利差會擴大一下 好 我解釋一下 看到美國這樣子 覺得說沒問題 升息對金融股不見得好 其實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美國這些 尤其是銀行股 踩到俄羅斯地雷都很多 我們就以JP Morgan來說 他第一季任列 俄羅斯損失5.24億 花旗更多 花旗只是他沒有明確說多少錢 但是大家估計 花旗可能踩到俄羅斯地雷20億美金 所以基本上 美國的金融股不好 你說跟升息沒關係 而且最近好像他們 很多金融金有沒收到利息 對 所以 這樣沒收到錢 對 相較之下 台灣這個問題就幾乎沒有 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 但是沒那麼多 我比例上差很多 我們也沒收到 對 所以你看到 美國這些重量級的公司 動輒每一個都好幾億美金 就這樣沒去 當然會反應在股價上面 所以我們如果再看到台灣的部分 我們剛剛看美國是這樣子 來 我們先給大家看說 這個巴光格是主要的產業 今年以來表現最好跟最差的 有沒有看到 金融保險排第三個 第一 電器電南部的 這個缺電行情之前 你就在蓋股都在狂飆 第二好的是鋼鐵 我們在之前節目也講過很多 金融保險還是 表現排到第三名 還可以啦 對啊 升機 我們台灣整個產業是 其實大概有三十幾種 所以排到第三名算很厲害 樓下的都很慘 下面是最差的四個 所以你看到光電 貿易百貨半導體 玻璃陶瓷 這是表現最差的 所以你說台灣有沒有因為 這個升息的關係 金融股相對表現好 其實是有的 我們再進一步去看個股的部分 一樣我們抓出來 今年表現最好的金融股 跟最差的金融股 大家有沒有看到 前四名漲幅都超過20% 這小銀行 都是銀行股 可是你再看到 最差的市場金融股 反而是誰 是保險 是證券 是期貨這一類的 所以銀行為什麼相對得利 其實就是剛剛阿關說的 其實真的升息利差 對他們是有幫助 你說為什麼保險沒有因此得利 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為金融會最近 砍了很多保險公司 本來很熱賣的商品 現在都不能賣錢 而且射險公司 據說今年如果做股票的話 也都踩到了延 對 很多投報的成績都不太好 好 可是我們很多人買新農股 不是為了股價 是為什麼 股息 所以我在幫大家整理 這個殖利率的部分 可是你看 殖利率高的 反而就是我們剛剛覺得 比較不好的證券股 保險股 其實道理很簡單 因為股價跌 所以殖利率高 所以回過頭來想 如果你是想賺高殖利率的 這些股不就反而是現在 你可以入手的機會嗎 好 那你覺得台灣只有這樣子 可是美國不一樣 那我們再看到中國的情況 中國最近公佈一個 去年最賺錢的10家公司 結果有6家是金融股 其中5家是銀行 那你說賺錢跟股價表現 不見得相關嗎 來 我跟你講 這5家銀行當中 除了招贏今年是跌的之外 其他工 建 農 中 四大行 今年通通都漲的 你要知道 今年中國股市是全世界表現第二差 就只輸俄羅斯 但是這四行 通通都可以賺錢 所以你說這個升息 對金融股沒有好處嗎 大家要多想想 好 今年一定會升息 而且會升很多次 所以金融股 對金融股而言 今年會不會是金融股的本命年 我們還是算命 是不是它的本命年 到底可不可以 常報金融股 各位怎麼看 請舉牌 常報金融股 只有1票圈 2票在中間 菜總可以插 為什麼可以插 其實今年的 今年會一直升不是嗎 對 但是我們的弧度不大 而且在股會 在市內 其實金融業 今年可能收益都不理想 所以現在是因為電子 所以錢移過來這邊 等這個盤穩定了以後 金融股就會回跌 所以現在不穩定的時候 衝得太高不要亂追 好